另外说特朗普会否参选, 他现在都未讲, 一眼不用太早讲, 起码看2022年美国中期大选才公布, 或开始做势都未迟, 但在我角度, 其实他不做蓬佩奥做, 都不会有很大分别, 要赢的都赢的, 因为你撒得特朗普不会不投蓬佩奥, 或者你不会投给拜登, 这件事是很搞笑的, 所以有一件事都是要跟大家讲的, 这都是事实来的, 有一帮欧洲人或者英国人, 或者美国本土人, 是真的相当不喜欢特朗普的, 如果能够比特朗普的形象更好, 但能够做特朗普没有一样的东西的话, 或者有类近的能力的话, 该会是更加的人选,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比较根深太固, 或者一些主流传媒, 长年的抹黑, 是真的洗了脑的, 有些人是很, 或者我们不在美国, 可能特朗普在他未做总统之前, 他已经有些明星不太好, 我们不知道, 我们吸收的关于特朗普的消息, 起码都是2016年或之后, 很主要都是,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代入美国人的心态, 有一帮的所谓左架或者左翼人士, 那些人, 我当他不是很痴线而已, 不是真的会非常之往左倾的那些市民, 一些中间小小的, 为什么他们那么不喜欢特朗普是有原因的, 合不合理另计, 但真的相当之不讨人喜欢的, 所以究竟到了未来不同的情况下, 会是拜登核人争到下一届, 哪个选都要投回特朗普, 就是真的搞到民怨四起, 搞不定就要投回特朗普了, 还是怎样呢, 那就是看2002年的中期大选, 共和党有没有机会赢, 因为那些没有机会赢, 那些州长不拿回, 那些参议院也不拿回, 那是没有意思的, 因为选举没有说是会继续的, 现在就是看中期大选的选举舞弊, 究竟可以多严重, 能不能够共和党在不同的州份, 拿多些的议证, 还有州长这些位置, 那如果能够的话, 就会好些, 那些选举舞弊情况有机会可以减轻, 因为行政, 因为选举这个是行政方面做主导为主, 如果你能够拿回那些州长, 就能够可以在不同的投票机, 那些立法, 当然侵义员也很重要, 这些位置是能够挽回的, 如果不是, 因为2022年你见到原来它已经可以很大规模的选举舞弊, 无论众议员参业员都可以有个拜登曲线出来, 之后就另一个, 叫做2022年是美国能够体制内去改变, 改善选举舞弊的情况, 就2022年是最后机会的, 看下到时怎样, 如果不是就很大规模的了, 另外中共近期的这些战狼外交, 是相当会令外国的人民是醒觉的, 但究竟是醒觉到什么地步呢, 我想大家又要留意一下, 因为这也难听得这么说, 如果我今天在法国, 我很不喜欢你俄罗斯, 我很不喜欢你中共, 那怎样, 我也是很不喜欢的,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, 也因为你在西方国家, 你又不会觉得中共会压迫你, 问题是这样的, 我跟大家说, 今天俄罗斯也很坏的, 今天可能美国也很坏的, 美国CIA也很坏的, 但你在香港你不会觉得美国会压迫你, 你更多Facebook可能被人禁闲啊, 但是你不会觉得, 如果你在香港的话, 你不会觉得美国会搞到你, 甚至南美洲很多很无人权的国家, 巴西都有很多黑帮, 都会有很多毒贩, 但你不会觉得巴西毒贩会搞到你, 这是一个位置, 很多人觉醒, 个个都知道中共坏了, 但是又是不是真的说, 今天如果法国选举, 有个总统就很反共的, 有个人就耐性做得很好的, 那你人民一定选择耐性做得好, 反共其实也很次要, 对一个外国来说, 我想最重要是一些外国的领导人, 就应该关他们的事了, 就是他们能不能够, 因为如果他们走回美国那种本土优先的话, 就会反共的了, 或者是会对中共的经济, 来得是更加, 就是撇除一些中国的关系, 或者不用那么多中国货, 因为中国会拿到他们的一些工作职位, 我想这些位置才是重要的, 多于他们是否真正中共的, 可能今天特朗普都不是这么真正中共的, 不过我真的想美国人开工, 我想美国制造业蓬佩, 那我一定在中国设厂的, 我一定优惠一些设厂回美国的公司的, 那他未必一定反共的, 所以这一个位置, 纯粹从商业角度看, 所以这个很重要, 就是看回国家的领导人, 他们总理、好、总和好, 他们想自己的国家, 经济好,有机会就会反共, 其实跟国内的人说, 多过他说要如何侵略其他国家, 因为他跟其他侵略国家, 他不需要出声, 你用那么多远性的东西, 比如大海宣,买人家公司, 买人家媒体, 其实这个他们已经做得很足, 他不需要去做战略外交, 因为你做战略外交你不会什么的, 你不会获得外国的方心的, 你只会令人害怕你, 因为人家害怕你是人家的反抗你, 他不会服从你, 这是个重点来的,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, 就是中共的战略外交, 最近大陆才看到有人战略, 就是说一些新闻,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, 对法国强烈谴责法国, 不知道什么什么, 然后下面有人留言, 就是说, 你用法国讲就可以了, 你不用转中文跟我讲的, 我不用知道, 你用法国讲就可以了, 但是, 这句话就是, 中国内定的网民都知道, 你这句话是跟我讲的, 你不是跟法国那边讲的, 所以这个重点就是, 大家能够明白到, 中国国内是有面对问题的, 最近不知道是否潘略, 还是哪里, 就是自杀式炸弹集击, 炸死了五个人, 在大陆的警察局, 炸死了几个人, 有十几十个人伤了, 就是, 是呀, 中国国内就会有这些问题发生, 那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, 一定是不粮食有关的, 有读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, 自治起义都是没有东西吃的, 当然那制度没有变, 以前都是抵制, 但是永远都是, 没有东西吃, 那就起义咯, 那就去打家劫舍咯, 都是这样的, 所以就, 之前一直都跟大家讲, 就是中国内地有很多问题, 接上过, 我都说过, 引用这个明居正教授的资料, 大陆就, 过去一年有十八万宗, 这个超过一百人的武装冲突, 就是叫做民众的冲突, 是的, 相信, 如果这样看的数字, 应该是未必假的, 因为香港都未到有, 香港都是好像, 香港试过又在关口那样炸弹而已, 没试过这样炸到警局里, 那我想大陆的问题比, 香港抗争得最厉害的时候的问题, 只不过封的消息大家不知道, 你真的去到这么广东的地方, 消息流通一点点, 那些人可能亲间见到, 拍了照, 然后他搭车来到香港才公布这些资料, 大陆始终都不能够去阻止, 如果是广东地区的话, 你说你今天在内蒙古发生这件事, 你是流不出来的, 你在陕西发生这件事, 你是流不出来的, 但是广东省你可以用人的力量, 可以带出这些资讯, 所以大家会知道, 这是第一个问题, 第二, 其实缅甸也是发生了这些事情, 缅甸开始有绑架军人, 炸军营, 然后那些军人立刻复却, 然后就去占领了那条村子, 那是可以见到, 反抗是这样的, 就是, 大家是, 和缅甸那边开始有些民军组织, 是的, 有些联邦军, 那就是, 是的, 大家在这些地方, 在这些国家, 就看到, 看到, 发生什么事, 是的, 希望大家都明白的, 是的, 你都, 明白到有些事情是, 即是, 没力是, 去到, 没力是解决问题的方法, 不过去到最后关头, 大家有定心理准备, 我觉得, 这些就, 那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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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陆那边都好什么的, 你见到这样, 自设式集中, 你不是西藏的, 大哥, 现在是广东地区, 相对发达的城市, 没去到要没饭吃的地方, 广东, 你说你中西部内陆, 东北三省, 你不知道, 广东都出现这些地方, 这些情况是相当严重的, 所以希望大家就, 留意着这些局势发展, 都是那句, 储定粮, 因为你真不知这一两年发生什么事, 是相当大问题的,